配合西方势力以所谓强迫劳动等言论 抹黑新疆的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 近来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因利用国际影响力 无端炒作子虚乌有的新疆强迫劳动问题 带头抵制新疆棉花 引爆中国人民怒火 其实BCI上海代表处 曾对新疆的项目进行严格复查 最终证实新疆并没有所谓强迫劳动问题 首先是生产者单位 进行一个自我评估 然后由我们的上海的团队 他们进行第二方的可信度审核 那么最后是由第三方的审核机构 出具一个单独的验证报告 为了回应境外有关强迫劳动的舆论 我们上海代表处 对新疆的项目进行了严格的复查 BCI上海代表处向总部提交了两份调查报告 还汇总了瑞士通标公司等第三方检测机构 历年以来的检测报告 同时我们还跟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另一方 一再重申 在中国地区我们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例 有关强迫劳动的案例 但是BCI总部却无视其上海代表处和通标公司提交的评估报告 坚称新疆棉企存在所谓强迫劳动 并且没有任何理由的无限期取消新疆棉企良好棉花认证 导致近50万吨的新疆棉花无法进入国际棉纺之生产供应链 不仅如此 有网友发现 去年12月 BCI的负责人甚至在接受BBC采访时 污蔑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 BCI组织负责人达米恩·桑威利波宣称 中国新疆地区贫困人群 因为扶贫项目的缘故被迫劳动 这群贫困户哪怕拿到合理工资 也是不合理的被迫劳动 新疆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却被外媒不怀好意地抹黑成强迫劳动 自然引发了网友的愤慨 有网友说 按照西方的逻辑 中国政府在新疆搞脱贫攻坚 提高了当地穷人的收入 收入提高了 生活就改善了 这严重阻碍了穷人受蛊惑后 当恐怖分子的道路 是对自由责业权利的侵犯 如此想法有够荒命 而热评第一的网友表示 欧洲很多人真的认为 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的贫穷 是一种选择 这是真的蠢